大家好,想請問一下這一波疫情從醫院到醫師 紛紛傳出突破性感染,想請問怎麼看 然後新北幼兒園其中有一名染疫幼兒的父親 他今年8月從埃及返國,檢疫期間都是採檢陰性 那這個病毒的潛伏期是不是有超過以往的認知 有沒有可能是其他的變種病毒? 第一點,就算你打疫苗也沒有保證不會感染 第二點,潛伏期我們說2到7天,他也不是100% 我們還知道生物最大的特性就是常態幅度 normal distribution 就好像我們平均智障是100 就是有那個智障200的,特別高的,但是人數很少 所以有沒有那種潛伏期超過14天,一定會有 只是每次在學校教學生說 你只要活得過久,一定會遇到更奇怪的病 所以還是那句話 合理的風險 醫學還是統計學 我們不可能,說明是說我們醫學上不要去處理萬一 所以從這幾個禮拜大概相當清楚了 我想我是醫學專家 我這個防疫的戰略,我認為美國、英國、新加坡戰略才是對的 疫苗打滿兩劑,然後犯犯管制 如果有必要的50歲或慢性病人再多打一劑 就這樣,你還每天這樣移生移軌,精工治療 這怎麼過日子